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早在出发之前 我就先确认好了 小爱跟我一样是甜点的爱好者 看 这是可可的果心 对啊 不晓得这个吃起来会不会富富 有 你觉得呢 吃吃看 可可树上一颗颗的可可果 看起来好像木瓜 只是这看起来 跟我们平常吃的巧克力 长得是完全不同 这让我跟小爱都很好奇 想要找导览员 认识一下可可的一生 OK 人家看到 咬到可可的果实 要咬到呢 因为他跟你说 国家他跟你不不了解 他跟他在那里说 咬到可可的果实 咬到的粘质 那是生下咬到可可的果实 那贵后吃的 这个甜甜甜甜甜甜的 甜甜的 可能有带一点点酸味 对不对 好 对 像山主一样的味道 从发酵 曝晒 烘焙 去壳 碾碎 精炼 一直到制成我们吃的巧克力 需要这么多复杂的步骤 真的是相当不简单 了解可可制成之后 老板说还有DIY活动 可以让小爱跟同学们 一起做巧克力 你要让他长头发吗 还是卷头发 戴法枯 好啊 阿姨最后咧 清讲 很漂亮耶 这个好可爱 巧克力Gaming西夫妇 但跟同学一起做巧克力 让味道变得更香 也更甜了 而且小爱的手很巧呢 三两下就完成了她的作品 是不是很可爱呢 你看 清讲 阿姨 我不知道可可树的果实可以吃 我也是第一次吃喔 那小爱 你喜欢吃百分之百的巧克力吗 不喜欢 因为巧克力Gaming西夫妇耶